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将会录制你好星期六 行程不允许,可信度不高 网传王一博将会录制你好星期六 看到这个消息,不少人都开心不已 好久没有看到王一博参加综艺了 有些期待 这种讯息发出的时间是11月5日 这个日期算下来,可信度大打折扣 因为在11月4日 王一博将会参加金鸡奖颁奖典礼 地点在厦门 隔天就要去参加录制的话 时间上很敢不说 并且细节流程沟通都来不及 你觉得他参与的可能性大吗 对王一博参与录制你好星期六的事情 网友对此的看法都是期待 毕竟今年没有看到王一博参与的综艺 甚至连这就是街舞都没有参加 确实让人有点不开心 不过这次依旧放出消息的人 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说 这次已经确定了 看来他们也是得到了内部消息才会这样说 网友回应说 这个人多次放出王一博参加录制的消息 基本上就是蹭热度 讯息可靠度很低 对此 我们看了一下放出这个消息的人 原来是卖票的 瞬间感觉可信度又减少了一半 看来现状不景气 要依赖王一博的热度来谋生 没必要为这种没有得到确认的消息而在意 王一博提名金鸡奖 还有相加大秀都会如期而至 这才是我们目前可以关注的地方 值得我们开心的是 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全新的王一博 好多人都在想 上一次王一博的白金头发还在吗 估计回来后一直没有露面 应该是已经染回来了 也就出国参加这次巴黎时装周 配合大秀才特意染了这个发色 金鸡奖是一个有分量的颁奖典礼 在电影圈举足轻重 这次王一博能够提名 就是给予了一份很大鼓励和肯定 王一博参加表彰大会的同时 也会参加颁奖典礼 通过网友放出的行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会在下个月2号的时候 先去参加香奈儿在深圳的大秀 又是香波波出场 我们可以期待全新造型的王一博 听说这次的衣服看点十足 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同时 因为王一博将会参加金鸡奖 自然相加又会大手笔 拿出各种珠宝加持 彼此成就才能带来双赢 王一博赋予了香味一个全新的风貌 时尚优雅中带着休闲的舒服感 风格的摆变 给予了一个自我的态度 都知道11月份对于王一博而言 是一个很重要 也值得带来好消息的时间 期待转型电影圈后的王一博 可以获得一个鼓舞人心的奖 这位年轻演员需要得到肯定 王一博所在即热度 这句话没有错 各种讯息中只要提及他 从来就不会少流量 对此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来自各方的声音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